我们先请教陈医生 老人斑产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因为年纪大呢 还是说身体有发生什么变化 才会产生老人斑的呢 基本上老人斑跟一般的色素沉淀是类似的 它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会有一些晒斑 有点类似这样的概念在里头 只是它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做止漏性脚化症 其实就是一个皮肤老化 然后再加上紫外光的伤害 造成一个色素的表皮的良性增生 等于就是说你的脚趾层在增生的同时 又加上色素沉淀造成的 那一般来讲老人斑也会特别的发生在几个区域 像是脸上啊手背啊脖子啊或是前胸 老人斑跟晒斑其实很容易被混淆 但是老人斑通常还会伴随着 它的表面会稍微的突起 那年长者是居多啦 其实老人斑顾名思义好像就是老人才会有的 所以我们请教陈医生 年轻人会不会长老人斑呢 基本上现在就是紫外线的等那个程度也比较多 以北半球来讲其实也是有 只是几率没那么高 那通常20到30岁的人 我们大概会觉得他就是一般的晒斑 不会跟老人斑画上等号 但是其实性质是类似的 那后发期其实大概40岁以下的比例没有那么的高啦 那40岁以上大概也占了有7成的人会产生老人斑 这个几率是存在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很多 其实不管是女性喔 男性也会怕就是说我长老人斑之后呢 有没有可能可以力转 或者是说哎呦可能越长越多呢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喔 老人斑其实跟接受紫外线曝晒的程度是有关系的 那像尤其是男性喔 不知道现在的男生出门会不会愿意擦防晒 所以日光过度照射确实会比较容易让皮肤体前老化 这个是现在的科学论文研究都已经告诉大家 是有这样的状况在 那再来除此以外 老人斑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跟饮食的那个油脂摄取过多有关 它跟脂肪有一种 我们有一种成分叫核脂质的一个累积 堆积是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说过去的饮食习惯 都是一个比较高油脂的那个摄取习惯的话 那那个核脂质的累积也确实会让它产生一些斑点 就是有点像是过氧化的概念 还有多吃一些维生素A跟E 这种比较属于抗氧化自由基的食物啊 还有一些可以用一些抗衰老的中药材 比如说人参啊黄芪啊 灵芝啊银耳三杂这一类的东西 但是最主要其实斑点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色素沉淀 你色素沉淀你要想要让它不要沉淀的太快 或是逆转成没有斑的话 其实局部的循环改善还是最重要的 那循环改善这件事情是可以透过非常多的一些日常作息的调理啊 或者是运动啊 然后防晒等等的都可以让这个斑的循环做改善 那它就是一个堆积嘛 你就想它是一个自然产物的堆积 色素沉淀 其实原则上不要太夸张 不要累积太久 还是有机会可以让它不要那么的颜色深 然后不要长太多 那前面讲了比较多原因 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也大概知道说 其实就是第一个老化 老化之后皮肤的代谢比较慢 那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常常忽略掉就是熬夜 为什么会特别提到熬夜这件事情 因为基本上那个睡眠不足或是太晚睡 其实会让身体的一个循环新陈代谢系统被扰乱 免疫系统也会跟着受到影响 你会发现长期熬夜的人也会脸色暗沉 表示它的代谢速度 它的新陈代谢系统其实是没有那么的好 那再来一个就是 我个人觉得我在中医职业这么久 我看到斑点要去退它 其实跟肠胃的功能其实有非常大的关系 你这么多年我这样看下来 其实它的肠道健康 就确实可以让它的皮肤变得比较细致 比较有光泽 接下来我们就想知道 因为很多人可能现在在收看直播的朋友 都会觉得说 哎呀我真的是有老人般的困扰 那我们知道陈医生你有一个妙方 治好您父亲的老人般 所以现在可不可以分享您父亲的案例 它是怎么样的情况 那你用什么样的妙方来帮助他 让他老人般消退呢 好 那我想荧幕上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到这个案例 这很妙这是我父亲的那个照片 那当初爸爸只是跟我说 他觉得他脸上可不可以处理呢 那这个年纪的你叫他去打雷射 他大概也不会想 因为这么多他怎么打起 所以那时候我就看了一下 我想说我先从我的思路去着手 所以我一开始我们就一样是补圣阴补圣水 有选用到一些黄莲阿娇这一类的药材 那清新火是因为 其实黄莲阿娇他可以清新火 我们刚提到新火制 新火过大 这个血分有热 这个都会影响到朱疮痛痒 也属于新的这个概念 所以从新火 清新火的这个角度去着手 那另外因为我父亲他 就是年长者 他们其实肠道的蠕动不是那么的顺利 所以虽然是有运动 可是还是会觉得体内环保做的不够彻底 所以我就选择用马子仁丸 比较属于知音润肠的这个中药材 来去帮他就是稍微让他排便比较顺畅 那最后就是用循环改善的方式 那我们会选用单身穿期 因为单身穿期也可以减少那个血管壁的弹性变弱 就是稍微有一些火血化育的效果 那大概就这几个方向 阿娇黄连然后润肠的马子仁丸 单身穿期这几个方子配在一起 那黄连因为比较苦寒 所以用量不要太多 那单身穿期你要看看说 这个长辈有没有在服用一些抗瘾血剂 如果他本身已经有服用抗瘾血剂的话 那我建议单身穿期的剂量就不能太高 免得会药物加成的作用 那因为我父亲其实算是一个身体还蛮健康的人 只是他其实年轻的时候长得是蛮帅的 但是现在就是年长了嘛 还是会希望自己爱漂亮一点 那所以我让他吃了药之后 大概一两个礼拜 我就说那我们再拍一个 before after照片对比看看 那当时就很惊讶的发现说 才这样子而已 服用药物大概两个礼拜不到 大概十天左右的时间 他有一些大块的斑点 居然就不见了 是 那他也没有在擦什么 他从来不擦防晒也不擦保养品的 所以只很单纯就是 我刚刚前面说的几个方向 不胜阴不胜水 然后清新火改善肠道循环 调节心血管的一个循环状态 就这样子 就吃了这样一个多礼拜药 现在就非常非常的有信心认真吃药